大家好,我是小宇 今天我們來談談送禮的問題 還記得當初二月更新的時候 送禮有出現這套衣服嗎? 當時賣112金磚的背包 還有84金磚的衣服 兩套加起來已經196金 就換成台幣大概是700多元 這次官方直接出一個樂團熊熊禮包 而送禮的東西也包含在裡面 而這個禮包只要130元 我為了熊熊頭還是買得下去 因為之前送禮沒有 感覺之前買的都很虧對吧 這樣就發生了一個問題 也就是說送禮的東西不在稀有 因為它會像禮包一樣復刻 送禮的人只會優先花錢買到 如果你不急的話 可以等之後出禮包再買的意思 所以就等於送禮系統的金磚最值錢 所以從現在一起嚴重的跟各位說 以後別再交換金磚禮物了 你們換完一套最後還是會虧的 光看這次的雪花禮包跟樂團熊禮包 樂團熊禮包的價差已經到了七倍 原本只要花130台幣的禮包 這套衣服卻讓我花到了800多塊 所以你們覺得這樣子是好事嗎 你花多一點錢可以提前體驗的意思 希望官方可以早點說會復刻 而我覺得應該要跟官方一個建議 送禮應該要用鑽石買 然後鑽石的價位可以高一點 如果沒有那麼多鑽石的話才考慮買禮包 這樣對無課的人都比較友善對吧 你們覺得禮包跟送禮的東西要怎麼出呢 才會符合玩家可以接受的範圍 歡迎下方留言跟我說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歡迎訂閱按讚並分享 我是小魚我們下次見 掰掰